在开始以前呢 我先说几句闲话 今天分享的要点呢 是我这几个月来 把我读的瑞公的书 一些要点把它收集起来 再加上一些 一些和 Yin和Darren这两位牧师 讨论的时候 获得的一些感 一些建议 一些理解 或者一些感悟等等 把它揉在一起 我觉得呀 我是很lucky的 我身边有Yin 这位德高望重 而且不仅对圣经 且对瑞公的著作 有非常深刻的研究的这么一位 一位长者 一位学者 我觉得好像就是上帝派在我身边 让我受益的一个 一个粮食意义 我几乎每天都要向他问问题 每天都给他写一段话 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碰到这个问题了 他 基本上 只要他不是太忙 只要他不是身体确实有问题 他都很快就给我作答 而且这些答复呢 说实在话 我真是受益不浅 我把他全部都 每一次和他的交流 我都把他留下来 以后会有用处 当然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清取了他的一些建议 等等一些提法 全部揉在一起 另外我要讲的一点 就是在我 如果是我写的东西 我尽量用 关于圣经 圣言圣经 这两个概念 我尽量用圣经 为什么用圣经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圈里面 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圣言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的有神的灵意在内的 圣经的那些书卷 那些书卷 而我们传统上的意义上的圣经呢 像新约中的这些保罗书信德 我们知道它里面没有灵意 但是我不想把我们用的一些词汇 和传统的基督教分得太远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很排斥了 如果我们再有意地把它分得远一些 反而更增加我们让他们接受 或者说让他们愿意听一听 想一想的这个难度 所以我尽量地用圣经 而不用圣言 那么他们如果有人进来了 读了一点了 有点兴趣了 他再了解这个圣经和圣言的区别 也不算晚 也就说这些前面的话 今天我分享的这个题目是 瑞登堡著作要点 我在这里面分了七大点 七个大块 当今世界 关于物质的知识 飞速积累 人类的灵性却每况愈下 究其根源 既有人类经遗传 代代累积 越来越沉重的我欲和物欲 更有日渐之盛的地狱气焰的熏征迷惑 而人类心性中的懒惰 与固执成见 也难思其咎 不信上帝的人 被唯物论和形形色色的学说 神困所保 所保 导致灵性困溃 举步艰难 而在信上帝的人群里 即使面对千疮百孔 破绽百出的教义 也宁肯抱残首缺 僵化保守 而绝不愿思禁取 求明通 鉴于人类的灵性光景 且盼拯救世人的主 拆遣瑞登堡 初入灵界数十年 写下详细建文和解释 期待能帮助世人明白圣经的自义和灵意的关系 进而明白灵界的真相 以及上帝如何在灵性上拯救世人 瑞公著作的内容众多 实在无法用简短的文字描述明白 这里只简单 说说瑞公的著作都有哪些基本点 但愿能帮助大家去除偏见 了解这来自天堂的珍贵信息 第一点 天地间只有一位上帝 他创造了宇宙和人类 上帝的三位一体 可以理解为一位上帝的三个特性和身份 圣父是上帝的本体 圣子道成肉身的上帝 名为耶稣基督 圣灵上帝的作为和权能 在整个天堂中 除了主耶稣 没有其他任何人被称为上帝 正如主说的 他与父原为一 父在他里面 他在父里面 人看见他就是看见父 一切圣洁的事物 皆从他而出 约翰福音十四章九到十一节 天堂中人清清楚楚的知道 也感觉到上帝是一位 而主耶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的上帝 他不可能被称为三 凡认为有三位上帝存在的人 将无法进入天堂 因为他们的意念 无法集中于一位上帝 在天堂中 每一个人所说的 便是他所想的 就是他的意识 心智在说话 人不允许想着三 而说着一 或将上帝一封为三 对每一个部分 采取不同的理解 常常有人声称 承认有造物主 是一切事物的源头 但却拒绝承认 耶稣是主 这样的认知 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上帝 因为他们所信的 那不可见的上帝 归根到底是大自然而已 大自然只是被造的 绝对没有生命在其内 既无神性 也不可能是信的对象 和爱的对象 无论以何种方式 不承认主耶稣者 不会进入天堂 因为他不能直接领受 源自天堂的灵流 也就是来自万物之主 耶稣发出的爱与智慧 第二点 他道成肉身 将士为人 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 称为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世上 到底所为何事 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到了耶稣基督 到了耶稣的时代 地狱邪灵 对人心和灵性的影响 已经极其严峻 地狱所搅扰起的残忍和无知 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 与上帝之间的一切联系 在软弱有限的人类面前 地狱邪灵是凶残 强大感 但在天使面前 邪灵和魔鬼们 却总是战战兢兢 萎靡不振 而在天地的主面前 他们更是仓房鼠窜 一窥千里 所以主若直接全能降世 邪恶就必然避而远之 他就无法亲身经历 有限的人类所经历的邪恶试探 从人类的心性上 征服各种地狱的邪恶 给人类在灵性上开通 与上帝连接的通路 于是 耶和华成为耶稣 降临到我们中间 积着一个有限的人类母亲 出生在人类的环境中 只有通过这样的降生 耶和华上帝 才能一路降到人类 苦苦挣扎的层面 他才能和我们同感同受 直面伤害人类的苦难 困惑不无知 直面来自地狱 并威胁全人类的邪恶势力 经历 肉身之人 必然经历的 对肉体和灵性的挑战 以他的神性肉身和全能 征服地狱 重建人与天堂的一切关系与秩序 重建人与天堂的关系与秩序 使得一切连接于他的人 能够得到他的爱和生命 在灵里经历重生 凡这样追随他的人 死后就能进入天堂 天使加百列 向童真女玛利亚宣告 她将生下人类的救主 虽然不完全理解这件事的意义 玛利亚却心甘情愿地回答说 我是主的使女 使女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 根据这样的心智 玛利亚能够侍奉上帝 不仅仅是提供母亲的怀抱 来拥抱和照顾婴儿耶稣 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有限的人类母亲 耶和华上帝经人类遗传 不但承接了物质的肉体 还承载了导致人类遗受邪恶伤害的所有有限能力和弱点 虽然玛利亚本人既甜美又良善 然而就像所有有限的人一样 他的内在是不完美的 这可能导致人误入歧途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从海体时代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面对地狱层出不穷的诱惑 攻击和挑战 纯粹出于对全人类的爱 他不断地遭遇征战并降服他们 这种爱不是人的 而是上帝的 每一个试探都是对所拥有的爱的攻击 爱越深刻 试探就越强烈 主的生命是对全人类实实在在的爱 而他面对的又是全部的地狱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征战有多严酷 地狱一方是多么凶残 每一个得救的人 必须要经历试探和重生 而且这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充满种种困惑和磨砺 在不断地试探和重生的过程中 人不断地认识真理 深化对真理的领悟 使灵性不断提升 一步步接近上帝 于是身后进入天堂 从灵性的角度来看 人在信仰之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试探 其实就对应着主在世上所经历的各样的试探 人的重生与耶稣经历十字架 死后复活有相似性 虽然耶稣在世上曾公开地驱逐了许多魔鬼 但这仅仅只是上帝在人间宏伟又深刻的经历中 能被人们看到的表面场景的一撇 三,神性本质是爱和智慧 他的爱汇集普天下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请大家把自己的摄像头关了 他盼望所有人都与他亲近 而不是远离他 这是他爱的根本特征 人们知道爱的存在 并且把爱这个词常挂在嘴上 但很少有人懂得爱是什么 人们不知道爱其实就是人的生命 不仅是他整个身体和所有思想的总体生命 而且还是身体一切细节的生命 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与智慧 这爱所发的一切被称为良善 这智慧所发的一切被称为真理 故他创造的宇宙万物 无不关乎良善和真理 上帝在造人的同时 也把接受和感知他的爱与智慧的能力 植入人内 人接受上帝的智慧和爱 并有能力去爱 就不可能单单为了自己保有他们 或唯独为自己而活 同时也要和他人分享 与他人分享就是渐行致用 这是将社会连接起来的扭盖 人生命的一切快乐和满足 皆来自他们 上帝的三位一体处处彰显在他创造的万物中 从主灌输进我们灵魂的爱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目的 这是三段论法 智慧 我们把它可以认为是手段 和智用 也可以理解为结果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目的手段和结果 为达目的 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必然要出来结果 我们的爱就相当于我们的目的 这个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们用智慧 知道如何去实现我们的目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智用 爱 就是这三位一体的一个奇妙的例子 唯独爱和唯独智慧 就仅仅停留在观念上 局限在情感和思维中 而智用若不是出自爱和智慧 也难免走入歧途 甚至维护人间 所以这三位一体紧密相连 才彰显出上帝的形象 爱和智慧在智用中 得以彰显他们的实际存在 并在智用中维持生存 所以这三者中 智用不仅最富魅力 而且也是融三者为一体的总成 因为上帝是爱 他创造的这个世界 处处有他的爱 反真正认识他 追随他的人 就都会与爱上帝和爱人 为信仰核心 而真正的信仰 也必然会把爱神和爱人 作为教义的核心 凡不把爱神和爱人 作为首位的宗教 都不能算作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真宗教 只爱上帝不爱人的宗教 或者虽然教导要爱神爱人 但实际行出来却没有爱的 也不可能是真宗教 因为他们所谓的爱上帝 其实质仍是爱自己 以自己为中心来解读上帝的话语 设定教义和上帝的位置 这样就常常导致曲解上帝的话语 亵渎上帝的爱 比较世上的宗教 基督教本该是最有爱感 因为这里有上帝的启示 和耶稣基督爱主与爱人的交道 然而由于人的有限心性 按照人的有限理解建立的教义 并未切实把爱主和爱人放在首位 这样的结果便是 永无休止的教义纷争 教派纷争 更有残酷的宗教纷争 信徒间心灵难以弃合 教会间甚至不相往来 如此看来 传统基督教只能说是一个 为何上帝心意的宗教 也许有些基督徒会反驳 我们从来都是宣讲爱神与爱人的 你难道看不见这些善性良性吗 在人类历史上 基督教对于物质文明和文化昌明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请注意我特别强调物质和文化 我并没有强调灵性 这无人能够否认 当今也仍然有众多良善的信徒 用生命在见证主的人爱和真理 然而对于人类当前日益混乱 堕落的灵性状态 顽固坚持谬误教义的 众多信仰者的态度和行为 也必须承担无可推诿的责任 说来可悲 我们人类究其本性 其实全然是恶 出自人类的绝无丝毫的真爱 但人又是有理性的 他即使内力并无真爱 也可以出于各种动机 而讲述爱行处爱 甚至到处歌颂传播爱 真正的爱只能出自人灵魂的最内层 从他生命核心深发出来 基督教虽然常常讲述爱 但这讲述不痛不痒 根本打不开人心性的内层 深层 也就无法使爱神与爱人 成为人生命之自然流露 想当年摩西 呼天唤地地告诫以色列人 不得悖逆上帝 然而他们仍然一转眼 就忘了这教导 如今的人们若不打开心灵的内层 经历明心见性的灵性开启 真正明白爱与生死的关系 就会依然我行我素 浑浑恶恶到底 本该对有爱的基督教 如今爱的教义却成了一纸空文 爱的教导成了空洞口号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人们有限的心性 实在无法真正深刻的明白 上帝在圣经里究竟说了啥 于是上帝拆开瑞登堡 向世人揭示圣经的深层真理 帮助人们既从自义上 也从灵意上全面理解上帝的话语 向人灵性的深处 开示爱的根源 本相和效应 以及爱与人生结局的关系 从而打开灵性的深层 使上帝的爱实实在在地住进来 然而读懂读明白瑞公的著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心性懒惰的人们来说 这实在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 因此下面这句话我是实际上讲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的 需要众多的真理追求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浅显明白的讲解 把瑞公带来的属天之爱和智慧 浇灌进入世人心里 希望大家共勉 大家都做努力 读懂了读明白了 你自己有点感悟 有点理解 写上一篇小文字来 给大家分享 四 造物主为人类 达到了两个世界 一个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物质世界 另一个则是永生的灵界 造物主让人类带着肉体出生的人世 也希望人类永恒的生命灵体 能够进入天堂 永享福乐 所以人类拥有两个身体 也就是肉体与灵体 在人世的时候 肉体跟灵体 灵体跟肉体是在一起的 此后灵体脱离肉体进入灵界 根据生前的作为 去向该去的地方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希望所有人都能上天堂 然而天堂里容不得邪恶 心性不良者不能进入天堂 人本性的邪恶 使得人不能不经人事就上天堂 否则他们不懂珍惜且会败坏天堂人 人需要在世上开启灵性 认识自己的本源 认识上帝 关爱社会 服务他人 容神义人 以配养天堂之爱 人的灵性 本应和天使的灵性 一样有智慧 当人生活在物质世界时 因局限于肉体 而不具那般智慧 人的灵性 以物质的方式做思考 脱离肉身以后 人不再做物质的思考 而做了灵性的思考 其思想对于世人而言 便是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的 人此生过后 抛弃了肉体 成为灵体 灵体的人 是否上天堂或下地狱 不仅仅在于他生前 是否真知道 上帝和天堂的道理 也不仅仅在于他 是他在表面上 记住了多少宗教信条 参加了多少次崇拜 奉献了多少金钱给教会 以及如何滔滔不绝的祷告 最为重要的是 他的内在生命在多深的程度上 被来自生命的 被来自上帝的爱和智慧 激活 从而爱神和爱人 活出他的爱 过去进入天堂资格的道路 不在天上 而在人世 也就是要能脚踏实地的 在人间实践健全的公民生活 道德生活和灵性生活 才能进入天堂 只靠信仰或不断呼求主的名 无法进天堂 也无人单凭上帝的怜悯进天堂 因为在世时 真正的动机是 真善或稳善 逃不过灵界的审查 五 人类是天堂的基础 人是为天堂而生的 天使都是从人而来的 地域里的灵也都是从人而来 天堂中没有一位天使是起初受造的 地域中也没有一个魔鬼 曾是光明的天使 天堂地域所有的人都出于人类 在天堂的是曾经生活于 天堂之爱与信的人 在地域的是曾经生活于 地域之欲与念的人 基督徒以为天使是起初受造的 组成天堂 魔鬼或撒旦曾是光明的天使 因背叛上帝而与党羽同被驱逐 于是有了地域 这种观点起源于人们拘泥于某些经文的字意 没有从圣言的真意获得光照和启示 没有真意的光照 圣言的字意使人误入弥土 无知异端 谬物便产生了 传统教义相信最后审判之前 没有人上天堂或下地狱 相信终有一天可见的一切都要毁灭 然后新天新地出现 那时灵魂 灵魂复归肉体 得以再生 这样必然得出极论 天使是起初受造的 因为人若相信世界毁灭之前 没有人上天堂或下地狱 自然就不可能相信 现有的天堂天使地狱邪灵 是出于人类 这样的误解原因在于 谬物的教义 世俗的追求 肉体的欲望 冲塞了人们的心 使之不能被提入天堂之光 从而透过教义表面 看到实质 由于拘泥于圣经字面之一 盲目相信 历代流传的谬物教义 即使这教义漏洞百出 无法自圆其说 已经被僵化的思维 不接受任何对教义的质疑 结果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不再相信上帝 这是极其严峻的现状 也是上帝拆遣对灯堡 想世人揭开圣经灵异的目的 六 圣经有自义也有灵异 人类爱自己和爱世界 导致的败坏 造成天人组合 使得天堂与尘世的联系 遭到破坏 人的灵性必塞 上帝于是赐下圣经 为的是使人能够认识上帝 了解他的秩序 和他对人的盼望期盼 建立上帝与人的灵性联系 帮助人类恢复灵性 圣经有三层含义 属天之意 属灵之意和属世之意 他们通过对应产生结合 最外层的含义就是属世之意 也被称为自义 自义是为了世上的人们 能够知道有关上帝天堂之事 所以自义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世人很少有机会 或者几乎没有机会了解 圣经里面的灵意 他只能靠自义来了解 还有上帝 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上帝对人的要求如何 上帝的本性如何等等 所以自义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根基 灵意虽是为灵界天使们阅读理解的 但人若有幸了解了这灵意 他就不仅会对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 也会认识自己的内在灵性 圣经从总体到细节 乃至一点一话 皆包含和象征 属灵属天的事物 圣经的这一特质 本不难理解 圣经既属于主 源于主 必然涉及天堂教会信仰 否则就不能称为主的话 也不能说他有内有生命 圣经若非从总体到细节 皆涉及生命之主 生命从何而来 人有内在和外在 使外在活着的 是有生命的内在 内在就是人的灵魂 圣经与之相似 圣经若只有文字 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身体 如创世记前几章 从文字来看 他所讲述的 不过是世界的创造 伊甸园的舍利 人类始祖亚当的受到 其实创世记第一章的内意 讲述的是人的重生 热爱圣经 并过着仁爱生活的人 或相信经上所写内容 且没有限于谬误观念的人 我举个例子 有些谬误观念的人 就说这个圣经都是 一代一代人们自己编出来的 一代比一代都编得多 全是按照当时代的人们的 那种利益的要求 或者是政治 或者是国家之间的观念等等 全是人造的 有些人就相信 他一旦陷入这种谬误观念 他就从来不会再读圣经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在阅读主的圣经时 主也会以极其优美 愉悦的形式 将他展现在 与人相伴的天使面前 以至每个细节 都会感觉具有生命 所以尽管主的圣言在字意上 略显粗糙不完美 但他具有这样的性质 他里面隐藏着属灵和属天之品 当人阅读时 这些属灵属天的品性 在天使面前完全可见 而深受感动的天使 会潜移默霸地 对人产生有益灵性的影响 其地狱真实存在 每个人在世时 都有天使或者说善灵 与恶灵暗中相伴 天使帮助人提升灵性 走向天堂 恶灵则引诱人犯下罪行 堕入地狱 在传统的教义中 认为除了基督教以外的 所有宗教都有邪灵做水 于是经常见到牧者或信众讲说 异教的邪灵等问题 有一位稍有名气的牧师 讲他们到泰国传道的经历 当时有几个传道人的健康出了问题 于是他就警示说 这是因为佛教新圣之处的邪灵攻击造成的 牧者们讲说其他宗教有邪灵在其背后作祟 却对基督教信众里并不罕见的邪灵骚扰现象 或者是耳不见 或者牵强附会的浮衍过去 这样教导的原因是不明真相 不了解灵界与人间关系的真相 结果就生出谬鉴 宣讲谬鉴 不仅误导人 而且造成对不同宗教的蔑视 甚至仇恨 瑞公明白地告诉我们 无论信不信上帝 有没有宗教信仰 也不管是哪个宗教的信徒 身边都有 都同时有邪灵和善灵 及天使相随 接着天使 我们与天堂相通 接着邪灵 我们与地狱相通 这些灵经由人的记忆 进入其思维 恶灵进入记忆和思维中恶的事物 善灵进入记忆和思维里善的事物 每个人身上都发生 善灵与恶灵抢人的战争 人有自由意志 可以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做选择 是走向天堂或堕入地狱 就看人用自由意志 去选择倾向哪一边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 听到的 关于邪灵骚扰的问题 就真相大白了 因为人人身边都有 邪灵和善灵同在 我们与何种灵交往 取决于我们的情感或欲望 恶灵是我们招来的 但善灵却是主拆给我们的 随着我们心性状态的变化 与我们同在的灵也会发生变化 幼年时与人同在的是天真之灵 少年时与人同在的是可目知识的灵 成年时与人同在的是热爱真理与良善 有悟性的灵 暮年时与人同在的是智慧天真之灵 这个天真之灵和少年 而同时的天真之灵 有相似之处 小的时候非常幼小的时候 有天真之灵 老了也有天真之灵 还老还童了 上帝无时无刻都在通过与我们同在的天使 向我们揭示真理 展现仁爱 使我们有机会比较 好与坏 善与恶 快乐与伤心 有爱与冷漠 盼望与失望等等 这些都关联着人的永恒福祉 在人世没能实践爱的灵体 生命力会稳缩 外形会变得丑恶 等于自己选择了地狱 对于非基督徒来说 上帝通过不同的信仰体系 与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只要他们真诚谦卑的把信仰与生命结合 就有机会与上帝连接 进入灵界后 他们会再受造 接受真理 剔除谬误 然后进入天堂 关于这一点 传统的或者是七要派的基督徒们 是绝对要反对的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教义 信仰系统 是唯一的上天堂之路 其他所有的宗教 都不可能上天堂 只能下距离 这一点 就从我们对基本的心性 不管是从天理 还是从 这个人 人的良心 人的良知来看 都是说不通的 都是说不通的 只要你是一生非常良善的 你就有机会和上帝连接 虽然你是其他的教派 其他的宗教的信仆 但是你只要有这样的爱生命的本体 爱真理 爱良善 这样的心性 上帝的灵肯定就自然而然的 不知不觉中和你建立连接 会引导你 那么这些人进入灵界后 虽然在人世间 他接受的教义 并不正确 或者是不完全正确 那最起码 他还有机会 在良善的这个新性的基础上 到了灵界 中间灵界以后 接入真理 提出谬误 然后上天堂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我们进入问题和讨论 几段 谢谢大家 压哥你问这是哪本书 没有哪本书 好多书 和大家讨论 和牧师们讨论 不断的这个中间 都综合起来 这一篇文章 写了大概好几个月 刘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说吧 就是这个人和天使的关系 你说的那个 不同的年龄阶段 和那种不同的天使对应 它是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呢 还是 它是一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以前是好像认识 理解的天使 他就生活在不同的社区 那 他同时生活在那种不同的社区 又在 陪伴不同的人吗 这种分工是怎么 怎么 怎么分工的 想仔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心性 就是我们的灵魂状态 或者我们的灵性状态 和我们 同在的灵 有一种相似性 比如说我们是邪恶的人 那么和我们同在的邪灵呢 邪灵也是各种各样的 对不对 有的是爱钱的 有的是好色的 有的是爱名利的 等等 你是什么样的心性 你就会招来什么样的邪灵 另外呢 你在 对于真理 对于良善的追求 是什么样的特点 你爱真理多于良善 你爱良善多于真理 或者你是个天真 比较这个纯洁善良 比较少心眼 等等 那么和你的心性相似的 天使或者善灵 就会来陪伴你 当你在人生的走路的过程中 从小到大 你的心性是不断的变化 对不对 你对实际的认识 你的灵性状态 也都不断的变化 所以随着你的变化 和你的心性相似的灵 就会来陪伴你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一种自然对应的关系 谢谢 可以说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么一种关系 因为只有和你心性相似的灵 才能和你相伴 如果差得很远 它不会和你相伴 也不能和你相伴的时间长 刘老师能不能把这个PPT发群里面 我们看着PPT再回味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现在讲过之后都忘了 好 我现在就放 谢谢大家 好 好 换位取离了 好 感谢观看 瑞公怎么解释圣经中说的 堕落的天使的 哎呀这个我还现在好像 还没有脑子里没 不能马上显出来的什么地方 因为我读的瑞公的书也是很有限的 看看一滴水姐妹 看看你有没有 这个有关的信息 或者别的地形姐妹 还有没有信息 我没有看到 很确切的那个信息 但是呢我看这个堕落天使 他应该是一个 传统教会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我在这个 看瑞公的时候呢 我没有看到这个词 因为这个 其实呢每个人生来呢 他都是为了成为天使 他就是他 就是按照主的指引来说 每个人他都是要成为天使的 没有一个人他注定要成为魔鬼的 但是呢他在个人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他可能没有 按照主的那种指引去生活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沦落成了魔鬼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 在世没有重生的人 也算是堕落的天使吧 但是你具体的说 什么是堕落的天使 我在这个瑞公里我没有看到过 目前没有看到过 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 要跟你说啥呢 听不清你多多续续 基本上没有声音 基本上没有声音 就不知不能通知 除了之前 就不知能音乐 所以我们下期望 findet门 着 我说我离开一两分钟马上就来 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圣言呢 就是这个瑞公的书号也说过 它是有一部分裸露的真理 就像这个人一样 就像这个人穿衣服 可能会露出脸露出手之类的 它有一部分是裸露的真理 但是呢 大部分呢 它是有灵意 是它们的真理呢 会隐藏在自义之下 所以呢 大部分的圣言呢 我们是绝不可以照着字面来理解 它里面肯定有它的意思 只是呢 我们现在还无法理解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 照着自己来 自己想想 但是呢 不能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标准 这是需要注意的 圣经上的自义 是否也应该理解为无误的 因为 神也知道 我们世人 灵性的光景 他也应该能考虑到 如果自义有错误 会让 很多的人 误入歧途 应该说 神所赐的 都应该是完美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这个问题啊 我因为最近 我相信这个 这个一定是几位 也深有同感 我因为最近参与翻译 所以这种问题呢 看到的比较 我举个例子吧 我想想啊 在这个创世纪 后边 最后边 这个亚格林死以前 对他的十二个儿子 在祝福的时候 在祝福的时候 因为 瑞公的这个书上 所描述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我记不清原话 我想想 我看我找的一些原话 这个 他的祝福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我不找了 就是说 对于乳房 和子宫的祝福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圣经的 这个中文版 中文版 我现在我马上找一下 这个中文版 这个很容易 中文版 他的读的是什么呢 他翻译的是什么呢 他叫做 把这一句话翻译成 以及生产儒养的福 都赐给你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得查 最起码 我得查 这个圣经的英文版 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写 我们网上有一种 专门 不同版本的圣经 圣经对比 其实我最常用的是一个十版本 圣经对比 十个版本的 这个英文圣经 把它全部都列下来 一句话一句话对比 里面 当然 常常见的情况是 七八个 六七个版本 是基本上一样的 其实正前有两三个 三四个版本 在某些说法上 不一样 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 大概 大多数英文用的 直接就是乳房和子宫 而不是像我们中文 所翻译成的生产和乳养和福 然后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瑞公在讲述这个 这个祝福的话语 是为什么要讲乳房和子宫呢 他讲的比较深刻一些 详细讲的为什么 这代表的 这个夫妻之爱 对于乳养后代之爱 等等 所以如果按中文的这个 现在目前常见的 算益生产乳养的图 他就看不来这一层意思 我举这个例子说啥呢 就是说 即使在英文的 不同的版本中 我们就会发现 也有很多出入 由于这种不同的出入呢 我们中文所读到的圣经 他们翻译的时候 只能根据其中的 一个版本来翻译 当然翻译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都是根据 希伯来文翻译的 而不是根据英文翻译 但是即使如此 既然十个版本 英文 它都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 它竟然会有明显的 在一些概念上 以及表达上的不一样 就说明 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圣经 它其中 有一部分 翻译者的 他的理解 他的文字表达 等等 不一样的地方 加入了个人的理解 加入了个人的翻译水平的 这些因素 所以从这个点呢 我那一次前不久 我和英文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专门让我达出了一本 就是那个 King James的圣经 那是应该说 在英语圣经里面 是最权威的 因为那是 英国的那一百多年前吧 几百年前的 那个英国的皇帝 他就是专门召集了一批人 一批大学者 在翻译的圣经 就像到我们的那个 纪晓岚所编段的 似乎全说一样 那都是 就是国家层级的 具有权威性的 这个圣经 他拿出来给我讲 这个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 是用邪体 标示出来的 为什么用邪体 所有的写几字 都是因为 这个希伯来文 意思不清楚 或者缺失 人们不得 翻译者不得不 根据自己 根据上下文 根据逻辑推理等等 把他人为的给 补充上 猜测上 或者是估计是什么意思 加上来 这里面又就引出了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经常说 从古代到现在 整个希伯来文的圣经 一个个都没变 即使 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 发现仅仅是几个个别字的区别 这个话说的也是对 也不完全对 对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那些最核心的那些字 确实没有区别 但是有很多 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 翻译者 没法把它 如果直接翻译 那句子的不通顺 或者整个意思好像就逻辑上有问题 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 把它加以修改 当然这种修改 这些修改的人 我相信他们都是很前提的 不是要加上自己的利益 加上自己本民族 或者是本政治集团的利益 但是说明这个圣经的翻译过程中 会有这么多的因素在影响 会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像是圣经 一个字都不能变 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客观的看 因为确确实是有一些字的使用 不同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你说一个字都不能变 你说的是哪一个圣经版本 是和额本 还是这个新艺本 还是这个什么张带艺本 它对很多地方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造物主 对于他创造了这个天地 对于耶稣基督 是这个造物主 是上帝 他的本体 造成肉身 将是为人 是为了拯救我们 从灵性让我们建立 这个人世界的物的世界 与灵界 与天堂的联系 这个基本的信念 这个应该是毫不动了的 但是要坚持说 圣经上每一个字都不能变 每个字都是神的话 这事实在这摆中 很多字 不同的版本表达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某个字都不能变 这样陷入到那种 那种过分的固执 那就成了愚符 这种愚符实际上导致了很多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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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里面写到就是说 这个圣言它实际上 它是要适应这个世上所有的人 就世界上可能会有些人智慧的程度 可能更高一些 有些人智慧的程度可能更少一些 但是就是主 他会希望所有人看到这个圣言以后 都能够导向他这个个体的救赎 所以他圣言当中的一些字意 其实并不是他本来的意思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圣言里面有讲到上帝的愤怒 就比如说包括祖多玛都毁掉了 然后把人都毁掉了 把谁都杀掉了 把你个民族都毁掉了 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这事情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的一部分 因为实际上真正的真理 真正的主上帝 他是完全的爱和智慧 他是用瑞公的话来说 就是不会甚至不会对人皱一下眉头 他是不可能去 他不可能对人生气 更不可能去做杀人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样的字意 他肯定不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圣言要这样写呢 是因为我其实在一个地方也说过这个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看到这样的东西以后 他可能会相信说 神是既赏又乏 就是既会给人好处 也会就是惩罚人的这种恶处 会对人生气的 但是呢 但是这样的人呢 他同时也会相信 就是说神是掌管世间万物的 就是相信神掌管世间万物这个事情 实际上比相信神是全然的智慧和全然的爱 这一点更重要 因为你相信了神是掌管世间万物的话 你可能会因为你知道神可能会罚我 那我这样的话 神说的话我要听 那么的话这个实戒我就必须去遵守 这样的话 圣言当中的真理就跟你自己的生活 就直接结合起来了 然后就这种结合就可以导向救赎 当然他对圣言的理解 对真理的理解可能并不是完全的 所以他肯定会慢慢的补足 如果在这个世界不能补足的话 在六两个世界也会补足 但是至少他通过相信上帝掌管世间万物这一点 他能够导向这个个体的救赎 所以很多圣言在很多地方的自义的这种 这种跟原来的灵意不一样 它是出自于这么一种 就是会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就实际上也是主杀费苦心的一种做法了 我觉得 这我补充一点 就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那个圣经呢 他就是一个是自义 一个是灵意嘛 那个灵意它是适合天使的 那个自义呢 它是适合世人的 这因为呢 这个世人活在表象当中 就是说如果他不照着这种表象来写的话呢 世人他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呢就是说 你如果人看圣经的时候 单单从圣经的队以来 理解也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大碍 因为到了灵界之后呢 他有些理解不正确的地方 天使会给他一个纠正 但是害怕的就是什么呢 害怕的就是人们呢 就是明白这个东西之后 他会进行一个恶意的曲解 这是最害怕的 就是说 如果你单纯的看圣经 就是单纯从自义上看 也没有什么 就害怕你进行一个恶意的曲解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曲解 就像那个传统那个三位一体 那个传统三位一体 人家圣经上根本就没有 你连研究你都找不出来 传统就是一个恶意的 一个曲解 所以它导致了现在这个 这种就叫沦落到这种状况 所以他怕的是这个东西 单单从自义来看 单单看剩下的自义是没有关系的 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就是隋姐讲的这个 就是石工也说过 就是说石工对应善与真的 是两一个是恶一个是假 但假它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叫做属于恶的假 还有一种叫做不属于 就是不属于恶的假 不属于恶的假 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 危害性是没有那么大的 甚至它有的时候是无害的 就像谁也说 如果说是就纯粹就是从自义的表面看自义的话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就实际上就是我就是纯粹理解一个自义 这个东西可能跟最后的灵异并不相同 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 或者是为了达成某种 某种某种个人的私欲 或者是属于这个城市的这种欲望 然后有意的去取解 比如说在取解了之后 它可以比如说组织一个教派 然后这个教派最终可以服务于自己的这种目的 比如说类似上这样的吧 这个就是属于恶的假 属于恶的假 这个假的源头是恶 这种危害性就比较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刘老师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 就是要多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我也挺容易的 就是用通俗立统的语言跟大家多分享 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我也很短暂的接触过传统基督教的这种 原来在家庭教会有待过半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在家庭教会待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总的感觉就是说传统的基督教特别重视传道 就是所谓传福音 这个我们当时在那边待了几个月 两三个月之后 就是甚至我还没有完全 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被鼓励要去跟更多的人去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理 那么你要信了真理以后你才能得救 如果不信真理的话呢 那你肯定就不能得救 就所谓信耶稣得永生 不信耶稣这个下地狱嘛 但是实际上这个瑞学的这个 瑞学的这个 这个救赎观 它和这个传统基督教的救赎观是不一样的 就是您刚才也讲到嘛 就是说实际上有很多人 他的宗教背景 其实完全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宗教背景 有人信佛 有人信道 有人可能信别的印度教啊什么的 但是只要这些人 他只要是根据自己的这个 所信的这个宗教信仰 去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内心良善 充满爱的人 这样的人其实死后 他就是可以上天堂 但是他缺乏的那部分 真理的那部分 可以在死后被得到补充 就是因为这种救赎观不一致 我在想 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新教会 如果我们新教会 作为新教会来说 这种所谓这个传福音也好 或者是传播也好 这么一种做法 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 还是应该像 这个还是像应该像我之前的这个传统基督教一样 就是跟越来越多的人讲 跟尽可能多的人去宣讲这个东西 让尽可能多的人来信仰这个新教会的信仰 就是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是应该有所区别呢 还是应该跟传统教会也是相对是一致的 我觉得应该有所区别 那个现在西方的这些新教会 就起码澳大利亚的新教会是这样的 他们不主张像 像一些传统的教会 包括我们家金堂门口里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这个也算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吧 但是正统基督教认为他们是异端 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敲门来传教 还有那个摩门教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 比这个目前的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 热情的多 热心的多 他们愿意拿他们自己的力量精力去奉献等等 看来他们就 我现在不说这个现象 我就用这个现象去说啥 说他们这种做法 这个新教会不是太主张这样子 为什么呢 新教会目前讲究强调的是 一定要提高质量 不要弄一大堆人进来以后 大家实际上根本就不懂 最后反而败坏你这个新教会的名称 大家一看你新教会 无非是还是一群败坏的人 所以呢就要求希望大家弄懂 真正弄明白 明白以后 向人讲你明白的东西 不要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你才到了教会半年 你自己还没弄明白呢 大家就鼓励你让你去传教 实际上你一直就 以己昏昏使人招招 你怎么可能让别人说不明白 你自己都说不明白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大原则 不要自己还那么没有明白的时候 就去想好像觉得自己也掌握了真理了 我现在人家就说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甚至常常会适得其反 好 好 那个扫罗王那个灵界这个结局 我根据我看到 我没有看到过 但是呢我是真的不建议 你不要就是说 不要只是看历史 因为他的里面 虽然说的都是历史 因为瑞公反复抢掉了 他虽然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所有的历史 你都不能按照历史来看 你都要按照他的内意来看 其实他的内意呢 他根本就和这些历史事件 没有就是说 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就是一种 好像一种基因关系 比方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他确实有这样的人 但是呢亚伯拉罕 还有亚伯兰 还有这个西伯拉人亚伯兰 他都是主的那个 不同的就是在这个 主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不同阶段的 一些不同的状态 比方说犹太人这个亚伯兰 他就是指的那个 主的那个理性人 也就是说他那个内藤人 像那个亚伯拉罕呢 他就是代表了主的一个内代人 他完全都是在说主 他跟那个亚伯拉罕 这个真实的人 反而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是说他代表了主的内代人 就是这样来主的时候 他才要读圣根 就是说你这个心思呢 不要关注就是亚伯拉罕 到底是从哪到哪 如果你只是关注这些的话 他这个圣言这个历史 就跟那个一般的那些历史学家 写了说那历史都一样 价值都不大 他的价值就在于 他里面的内意 就是亚伯拉罕 为什么要改名为亚伯拉罕 他为什么要改 他都是和主的那个心态的 那个那种心理路程的 那个发展过程 它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说你应该从这个方面 来去读这个主 是怎么在心理路程 是怎么过来的 这才叫读圣言 而不是说去关心 就是说历史上的 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怎么样 这个很抱歉 因为我今天也是我刚回来 我听了大家的这个讨论 前面呢我就没有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就是刚才那个谈到这个教义 这个我就想到 我那个我曾经看到 也是瑞棍说的 把这那个新基督上的 一期许圣的教义就提到了 就是说 一个良善的人 如果他认识了一个错误的教义 那么这个 这个错误是可以 就是说原谅的 因为教义呢 好像瑞棍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过 教义呢 它是为了生活 就是说这种子要落实到生活的世界上 而不是呢 这个为了教义而去 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呀 或者怎么样 因为可能没有哪一个教义 可能说是百分之百的 往往前前的把上帝都能够 揭持出来 所以我们所每个人的教义 神学观可能都是有差别 也都可能是不完善的 还有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是瑞棍的里面的呢 还是还是别人说的 就是说 一个能够 就是让一个人更加的爱神 爱人的教义 神学 对这个人来讲 就是他的 那个最好的神学 所以呢 我就觉得呢 虽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意 我们去有时间呢 可以去查 可以去了解 但是呢 这个本身呢 因为在以前我经历过有一些信头或者是教会 特别对准这个解经啊 解的对不对呀 这个好像喜欢那种 认识了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啊什么的 但是我后来看到瑞棍的这个一本圣经都有内意 你没办法 好多的章节 好多的根本就 没有办法 往往前前的把这些都搞透了 你才能够去怎么样啊 因为太多了呀 所以我就是觉得呢 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呢 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层面 就是爱神爱人 这个真所实践 这些基本的诫命 然后呢 有美好的生活 弃恶行善吧 就是说 我在这些方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差不差了 我都这样认为 至于说神学上啊 或者内意上的那种讨论啊 那些 好多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不是第一须要 第一须要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这个心意 我们的态度 当然了 如果有时间 去那个查考圣经啊 了解他的内意啊 那个也是好的了 不是说要排斥的 但是很多的人呢 可能做不到 这个是普通的信徒 这是我就想到了 这一个方面 谢谢 陶真说的最很好 这个 瑞公的这个 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 我觉得有一个最最核心的 就是在越靠近主 这良善 和真理 或者爱和智慧 哪个都注意重要呢 是爱高于智慧 良善 高于真理 所以 如果你只要 你只要有了良善 在这个良善的基础上 你理解真理 掌握真理 就有了就有了根基 你只有真理 没有良善 我们很实际上 现在传统的基督教 或者是正宗的基督教 正统的基督教 基要派的基督教 整天就缠在这个真理里面 就是你只要哪一句话说的不对 或者哪一个表达方法不对 那你就 你就是离经叛召 你不符合我们的真理 全部就在纠缠到真理 就纠缠到教育上面 所以才产生了不同的教派分争 教育分争 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宗教呢 当然更是厌恶一塌糊涂 最后产生了宗教战争 甚至就是杀呀 挂呀的 如果有了把良善 把爱放到第一位 他就不会在这教义上面 这样的钻死牛角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瑞公所带来的 主的这个真理里面 在这一定要把这个波罗安反正 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仇视啊 这个藐视啊等等 就是因为过分的强调真理 把爱丢了 不是说真理不好 真理当然最好 对不对 你要了解了真理 你当然才能知道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 这个上帝要求的人怎么做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爱 你光是掌握那些真理的人 不会是夸夸其谈门而已 对不对 甚至是炫耀自己的一个资本而已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好像简单 简单看起来就是个关系而已 把爱放到前面 把真理放到前面 其实这里面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分水力 谁在前谁在后 太重要了 那个关于这个全福音的事情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呢 全来还是应该的 抓住机会去全福音 但是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比方说像国外吧 好多都是基本上都是有宗教背景 所以呢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跟他讲瑞宫的瑞学的新教会 但是呢 如果说你这个真派就不得救啊 或者什么的 这个就是很极端的 我觉得所以呢 像澳洲啊或者西方呢 他们因为好多都是不同教会和不同真派的 所以你要让他改变一个真派改变一个教会呢 那是很难的 所以呢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不是好像什么顿力啊很大或者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 但是呢在中国这个社会呢 因为很多人他没有真教性 他是无神的嘛 所以呢更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呢 有神啊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啊 你这个人不得救啊怎么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瑞宫里面可以知道一个良善的人 他就是有机会进入天堂的 他到时候天使也会有机会 其实说神是公平的 神一定会让一个良善的人 领他到一个很好的归宿 所以呢 就是说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呢 应该更加的积极的去宣传那个瑞宫的这些丰富的瑞宇啊 新疆会的理念 因为很多人确实他们也在寻求 他不是说好多人不要啊 好多人确实有很多人他是不关心 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是很关心在寻求 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个耶稣 这个我们这个情况可能跟澳洲和美国他们情况不一样 所以更应该呢要积极的来宣传 但是呢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说态度上呢 就是说陈瑞宫的这种包人出发 我们呢就是在良善中可以合作联合 在爱敦联合 因为无论他是佛教者 还是无神论者 我个人认为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是不成家的 所以魔人或了或少都是一个有神论者 所以呢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宗教 什么样的宗派 什么样的这个程度的无神论者 我们都可以在爱敦联合 因为爱就是成体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叫做一个极大的包人来宣传 然后呢把那个那个那个改变的工作呢交给主 那个我们人呢就是尽上自己的本分 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想到了这个这个良点 那个传统的基督徒的往往很就是比较 比较极端的说啊你是佛教徒或者怎么样 你是什么那你不得救了 就是说就很容易就是说很简单的一种信仰啊 教育啊以这种标签呢去判断人 这个显然是这个不正确的 因为人心啊只有主知道 那我们现在成锐教这个地方 可以啊 好的 好的 我都想了这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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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 哪一位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结束好吗 表哥,你怎么样 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表哥,你一直在听吗 说,你好 你来带我们做个掌握好吗 亲爱的主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能够这样子的拣选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这样一个学习当中 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应该怎么样 遵从你的旨意 怎么样按照你 最初始 来设计我们 来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给予我们的使命 你给予我们那原本的 按照你的旨意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分 谢谢你 谢谢你阿爸天父 谢谢你恩典我们 谢谢你 让我们这样一个学习的小组 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 谢谢刘老师 这样一个全面 今天有这样一个全面的 一个带领 在学习上 我们又有了进取 谢谢你阿爸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安安静静 在这学习当中 能够更多的去理解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 深邃的心情 离开我们这个教室 愿你保守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大家晚安 好 晚安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